各位网友,各位同道,各位郑友,大家好 今天呢,我这个频道啊,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嘉宾 就是我们全民共振的,这个海外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员之一 原乡居士 这位老兄呢,以前呢,一向是这个颇有神秘色彩 神龙见首不见尾 今天呢,终于忍不住了 要出山了,要露面了 所以,这个我想呢,先请他呢,向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以前呢,能够忍得住不露面 现在又为什么一定要出山 原乡居士,你好 哎呀,你好啊,一平啊,咱们也是 还用这个词吧,幸会吧,幸会 在这种场合来幸会了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啊,可能真是代表好多这个关心 关心咱们全民共振的好多朋友呢 他们共同的这个心思啊,就是我为什么你们圆圆的都是你跟建民 你们俩啊,这个大刀护斧的往前冲 我躲在后边,为什么啊 我今天真是给欠大家一个交代 我呢,真是啊,就是 不是光这个在全民共振这个问题呢 我是多少年就这样啊,做任何事呢 不想在前边,不想露面 也说白了,也不想让大家认识我 为啥呢 都不认识你呢,自己比较自由嘛 这是最最最最最最最一个习惯 第二个就是有问我呢 可能大家对我的了解更多的,因为我讲了一些宗教方面的啊 关于这些,有些认为是玄学呀 或者一些理论下的这些东西呢 这个呢,我有一个观点,就是说呀 真正的真理,咱们说大道啊,比方说民主啊 民主是人类最终最终的获得解脱的这个叫大道 你讲这些东西呢 最好呢,不要依赖于谁来讲啊 就比方这个人,长啥样 长得美或者丑 口才好或者坏 或者什么什么身份 或者有钱啊 比方说要每天换你条衣服 或者呢,要强调我多么有钱 我多么成功 这些都是负债的因素啊 这样的话,等于说你 你所讲的东西 它就无形中受你这些讲述者的影响 其实我最避讳的是这个东西 就真正的大道呢 不管谁来讲 哪怕他是乞丐 哪怕他就是,哪怕是罪犯 或者哪怕是个就是一个,咱们就是屠夫 但是你要重点听他的道 要听他的道 这个呢,你排除了讲述者的这些身份标签作用下 你觉得这个道是对的啊,听到心里去了 这个才是,我们就说要传道传道啊 这个道必须要打的这个效果啊 另外,我现在为什么要露面了呢 露面就是因为啊 这个,我听说呀 老公要琢磨着这个,要强迫我露面了 就是啥 就是我露不露面呢 他们琢磨我好多资料啊 据说是要准备 发动一轮攻势啊 把我接一接 那样咱们就,就让他省点事吧 是吧 我就先出来 露那么一小脸 大家认识啊 确实有这么一个人啊 不是说有那想的 哎呦,那绝对 不知道是干嘛 多么阴险的一个 狡诈的小人啊 就大家 我觉得就是这个啊 就这个,就这个想法啊 先 哎,话说回来 还得咱哥俩啊 我这,这个第一次露面 还是先让你看见啊 就这个,你做个见证啊 好,那既然露了面了 咱们就要抓住这个机会啊 那谈一点 关于这个中国的未来的变局 未来革命的事情啊 那现在呢 大家都知道 这个国际上的形势啊 对中共是非常的不利 国内的老百姓呢 现在的这个抗争呢 是越来越激烈 也规模越来越大 这种形式下 你觉得 现在啊 我们 这个准备革命 我们呢 这个推动这个全民共振 那现在这个时机 有很多人呢 他们是质疑的 还有 有很多朋友 是我们民主运动里面的 同道的朋友 他们都在 对这个时机啊 有所 保持质疑 那我想的 你在这个问题上面呢 来跟大家谈一谈你的想法 这个或许就是说感受不同吧 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但是我是想呢 我们小学的时候啊 可能都讲 都听过那个一个故事吧 叫小马过河 这个小马这个要过河 问这个河水深浅 你问大夏 问松鼠 他能得到的结果 那是截然不同的 但是 但是 我 从我们个人讲啊 就是综合各方面的因素啊 尤其像最近 就是川金会 美国跟 跟川普 跟这个川普啊 跟这个朝鲜 这个金正恩啊 以这种戏剧性的这种会谈 就是好像 出现一个很大的转折啊 因为它影响了中国的一个 一个地缘政治的一个形式 那另外这个中美的贸易战呢 尽管经过了一波三折 但今天终于有一个确定的 一个说法呢 就是白宫宣布 名单都已经都开列了 要对中国500亿美元的商品呢 要加征关税 然后中国呢 中国就马上迅速的还击 这样的可能我觉得 很多朋友觉得这个是真是 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 因为我们都知道 共产党呢是 长期是依赖于它的经济 发展的成果啊 它通过这个剥夺 剥削中国老百姓 所有全老百姓的这个努力 这血汗 来养活他们这样庞大的 这个专政机器 在国内疯狂镇压 在国际上疯狂的出击 但是这样 这中美贸易战这样打起来 会以及它的连锁反应 肯定会对中国的这个 中共专制集团的这个经济基础 造成巨大的冲击 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 但中国这架 这架吸血的机器 一旦它的经济 它的血源出问题了 那它的上层政治 它整个这个机器 都面临停摆的这个风险 它的影响在原来 内部矛盾重重的情况下 那可能就会引起 就会爆发 我觉得 从这两点上来看 我觉得这个 中国今年大变局 我们叫大变局 这个大变局呢 朝向我们所设想的 我们所追求的 民主自由的这个大变局呢 我觉得真实 时机应该是到了啊 就是说 否认这现在这样的这个 这样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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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势啊 否认现在 等于说这个等于全世界的 都在关注的这样一个局势 它正在发生的那个局势 还在讲这个时机不成熟 或者各种各样等到那个时机成熟 我觉得那种想法有点太太主观了啊 也不太也不契合实际 那那我那我觉得我们推行推动这个全民全民共振啊 就是要要达到我们要预想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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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好的结局 那就天时地利人和现在起码我们叫三才皆备啊 从这一点点 我觉得我们时机是没有问题的啊 今年今年发动 今年搞这件事啊 他成功的可能性啊 就我们不再讨论可能性 他就是一种必然了 好 那我相信呢 你这个信息啊 给国内的很多朋友啊 可以增强一点信心 这个是我也认为 今年呢 是这个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啊 让我们把这个中共啊 推翻 让我们呢真正的能够开启这个民主革命的 那现在呢 有些朋友最关心的是大家怎么搞 我们过去的呢 这个主要的宣传的五一七一和十一啊 这是一个方面的啊 但是你上一次呢 在一个视频里面讲到了 有明暗两条线 那么这个暗线呢 我们过去啊 一直没有大力的这个宣讲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时候还是在实践在摸索阶段 现在呢 我想请你来讲一讲 因为你是在这一方面呢 在组织联络方面的 那是唐家 那我想来请你讲一讲 这个全民公正推动的 这明暗两条线 为什么这两条线一起推动 我们呢就有必胜的信心 我呢 我想从这个角度介入吧 就是因为我们大家对全民公正的印象啊 始终是我们 呃 叫呐喊着冲锋 呐喊冲锋呢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就明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因为什么 就是因为中共呢 给老长期以来啊 给老百姓呢 给这个国内外老百姓造成一个假象 就是说中国人啊 就像猪一样啊 就是猪圈 就说海外民怨呢 已经被污名化了 国内呢 又在处于高压控制之下 他就觉得你永远不会有人出来 带领大家去冲锋 去喊那么一嗓子 去去去去去 发向中共发起最后的这个挑战 但我们明线上 就这个这个问题我们解决了 但是呢 对中共这样一个靠阴谋 靠靠这种 这种 中共在他所有层面上 他都是暗箱操作的 所以他的那个 那套东西呢 那就是我们 对中共的冲击 一定要 就结合中共他的统治 我们长期总结的观察的 或者体会到的中共的 他的这个统治的这个 他的这个关键点在哪 中共的暗的那一套呢 我们说白讲 就包括你 包括建民 我们对他肯定是早有领会 早有体会 他那套东西见不得的东西太多了 但是我们要搞的 我们要推翻他 那绝对是叫什么 叫真奸 叫什么老百姓讲话 叫真奸对卖王 明的明的对明的 暗的就对暗的 我说 当然我说这个暗的呢 就是什么 就是因为他有个前提 就是因为中共 他这种高压的统治 他自以为 就是最大化的消灭了反抗力量 但是事实上 我从我在国内长期工作的 这个长期活动的这个经验 我的体会是 他恰恰是他这种高压统治 在中国在国内造成了 造就了无数个 就遍布各个领域的 这种秘密的团体 就像这次卡有办公 那中共 他本来他就卡着自己协会啊 但是卡有还是动员起来了 就像就像退伍军人 就像威权 他在某种形式上 他都有他的这个暗地组织 他这些组织呢 他确实能避开中共的那些 好像无孔不入的那些统治的触角 但是我说的这个呢 还有一个更深层次 就是说 从古至今 为什么我一直在讲宗教呢 因为宗教 我毫不隐晦的说 今天我还确定的告诉大家 宗教 从古至今 它就是要搞政治的 它要给人来一个完美的制度 这个完美的制度 来拯救所有人 这是宗教最终的使命 这些宗教呢 我们知道有险教和密教 我之前讲过多次了 但这个密教这部分呢 就是说白了讲 他就是为了这个设计这个密教 就是为了克制 就是为了消灭中共的 他一些统治的这些见不得人 他的秘密的战线 要跟他对抗的 这些秘密的宗教团体 在国内 在各个宗教 不管是基督教还是佛教 还是哪个宗派 还是道教 还有一些我们常规 原来认为的民间宗教 有太多太多的 我在国内是接触过太多太多的 我来出国之后 来到美国 我跟美国的 来到美国的一些密教的团体 包括这段时间 全民共产生发起之后 我们接到了 我们就一再的强调说 你不要这个国内的 为了安全 不要有不要找我们联系啊 不要找我们联系 因为因为中共现在他就这个 我们家没有的没有安全的渠道下 中共可能会他可能会截获啊 或者会给这些 对我们联系的人啊 带来带来不必要的风险 但是实际的情况是什么 实际情况就是从我这条线上 接到了大量的国内的 来的联系这个意向 就是说代表什么 大家都公认的 中共今年 就是要完蛋 大家觉得 这就是动手的时机就到了 当然从宗教 从宗教这个 我们叫门里人 从这个角度呢 当然有很多话呢 只是 我也不能说 只能说这个用通俗的话来讲 大家觉得天时到了 人和我们一直就有 千百年来就有 就是所以说 天时地利人和 在我们中国人做事啊 下决策啊 下最后决心的时候 其实还是还是要讲究这个 三才皆被的 就天时地利人和 谁都知道这个问题 你没有人力基础 就是说你天时到了 你没有用啊 但是就是说 你有了这个人力 我们现在是有人力基础 然后天时到了 所以今年呢 在在这段时间呢 我们就 当然 因为我那也做那个节目 说那个事啊 因为因为当时 在此之前 我们当然 我们私下 我们不都探讨过这个问题吗 就是我们 明的就 为什么是明的 明的你当然就是说 我们越公开 越好 你别人说我们什么 我们都不在乎 但是秘密这条线 按的这条线呢 我们见谅呢 我们要看实际 我们肯定要切实地推行 但是呢 我感觉呢 我们有必要呢 把我们按的这条线 也向大家说一下 因为很多朋友啊 真正关心 中国民主自由的 这些朋友们 确实有关 他觉得你们 革命呢 谁都知道革命呢 就是它本质是秘密的啊 就像造反起义 你干这些活儿 掉脑袋的事儿 你怎么可能什么都公开呢 你说要干什么 那中共那也可以有 叫有敌放尸的去克制你嘛 但很多朋友 确实有这个担心 我呢 就是觉得我们应该啊 打消这些朋友的担心 告诉他们 我们不是像大家所认为的 我们只有公开那一套啊 我什么都定好时尚表 今天你去哪儿 明天你去哪儿 那中共可以 可以根据你发释放信息 它去破坏 破坏你这些东西 所以那时候我就讲了 我们有暗的那一套 但暗的那一套呢 暗线呢 就我们说暗线 我们跟国内组织的联系 我们联系的结果是什么 我们的计划是什么 那个 我只是告诉你 我们有这条战线 但是呢 我不可能把这个东西公开 那当然中共这段时间呢 我还接触到 除了接到国内大量的这种 从各个渠道转来的啊 就是说当然用 他们各自认为安全的渠道 找到可信的联络人 找到我 尽管我没有露面 但是呢 还好多人找到我 谈到切磋这个我们就有很深的交流 但现在呢 我今天在这个场合呢 也就是凑着向大家再重申一下 我们的暗线工作 是这个结果呢 是非常鼓舞的 就给了我们更大的信心 也就是我近期呢 我开这个系列的节目 开启中共这个倒计时 我为什么要开启这个倒计时 就是因为 我们有各方各面提供的这个信心呢 给了我足够的信心 足够的信心 否则 我们就没有必要有人觉得 你弄这东西 将来如果要中 要倒不了 你怎么办 好像很 好像很关心这个样子 其实对一平 比方对建民 跟咱们来讲 我们这种 提着脑袋搞革命的人 还在乎自己脸面怎么的事 我们从来就不想 就是这个事成要怎么样 第一 不是一场赌局 第二个 不是我们为了我们个人的名利 不是为了我们个人的这个幸福生活 我们搞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要 就是要 就是要 就是要视死如归 从这一点上出发 我们不在意大家说什么 但是我希望我们把我们的信心 我们必胜的这个信心 传递给大家 好 刚才呢 元香居士主要讲到了 这个在国内的 在宗教 尤其是密教的 密密宗教的 这些线上面的 这些朋友组织联络 这个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 从来没有断过 在中共啊 最高压的 对民间宗教势力 对这个各个密教的势力 打击最严重的时候 最严厉的时候 就是共产党执政的初期 而到文革这段时间 都没有断过 那现在呢 更是蓬勃发展 只不过是呢 我们需要 需要一个契机啊 要把所有的人 都能够串起来 都要 把它给激活 那么现在呢 就是大家公认的 现在今年 就到了这个时机了 那 有一些朋友 很多他并不是在宗教领域的 并不 并不信仰宗教的 那这些朋友 怎么样来做这个 暗线的发展 那 明线 刚才讲了啊 我总结一下 就是我在海外的 这个是明线 在国内的 就是暗线 在海外的动员 宣传 这是明线 在国内的组织联络 和策划具体的行动 这是暗线 最后呢 是这个海外的这个时间 我们定的时间 五一七一十一 这是明线 在这个地点 要不就是城市中心广场 要不就是省委 要不就是这个火车站 主要的交通枢纽 这是明线 那么还有呢 还有暗线 那就是啊 等到我们组织联络 所有的这些基础工作 所有的准备做做好了以后 那个时候啊 大家就会一起 国内的海外的这些朋友 这些 推动共振的 这些有力量的 有能够把这个共振的 启动的 真正的启动的 总动员的 这个时机啊 这个地点啊 那就是要突然袭击 那是绝对不会啊 提前多少天公布 这就是暗线 明线呢 就是一定要做到 让保持一个进攻的事态 让中共啊 让他们穷于应付 暗线呢 那就是要 这就是起兵 就是在最有力的时候 在中共最虚弱的时候 在民间势力 在反抗势力最强大的时候 那就是要突然袭击 全力以赴 全力出击 打击他的弱点 这就是暗线 那国内的那些 不信仰宗教的朋友 怎么样在暗线上面来做呢 大家都知道啊 现在的这个群体性事件啊 就是群体抗争事件 那是遍布全国各地 那么我们希望呢 这些朋友 他们还没有进行组织联络的 那么现在一定要开始 要用自己的这个全副的精力啊 要投入到把当地 把你们当地的这个群体性事件的 这些啊组织者 这些核心的参与者 你们把它找出来 跟他们建立起联系 这条线呢 当然不是鼓励大家去搞这个 地下的组织 有些朋友担心说 搞地下秘密组织啊 这个太风险太大 那我也承认这条风险太大 没有这方面的专业支持的 那就不要做 但是你们跟这些抗争的领袖啊 民间抗争的领袖 跟他们建立起联系 这个是不犯法的 这个是非常安全的 尤其是你们面对面的 进行联系 进行交流的时候 建立起个人之间的 这个稳固的关系的时候 建立大家互相承认 那是同道的时候 这个这种联系啊 形成了之后啊 那么我们在全国 这么多的民主同道 这么多的这个维权的通道 我们大家一起来做这一件事情 那么自然的 我们就形成了一张啊 广泛的一个动员网络 大家要知道群体性事件 群体抗争的 这个参与上街的抗争的群体 或者正在进行这个 准备上街的这些群体 有大有小 小的有几十个人 几百个人 大的有几千几万 甚至是几十万的 那么我们在这些群体里面 我们跟他们联系到 一个两个的这个核心骨干的人员 那实际上我们也就是和这个群体啊 就取得了联系 我们将来 要推动大家 要鼓励大家 一起行动的时候 那么我们的这个 这个动员的这个覆盖面啊 就一下子从几十个到几万个 几十万个我们就覆盖了 大家都来一起做这个事情 我们呢就把真正的这个民主革命呢 就落到实处了 我们最大的实力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组织起来的实力 第二个是动员的实力 组织和动员民众上街 组织和动员民众反抗 这就是我们民间最大的政治实力 掌握这两点 组织先从联络开始 动员也是从联络开始 那么从联络开始 我们就能够积累起这个实力 当我们在全国各个省 比如说啊 在每一个省我们都积累到十万 十万人的这样的上街的实力的时候 我们保证我们的这个动员的这个覆盖面呢 能够达到十万人的时候 那么在全国就有三百万人 那么这个时候啊 只要其中的有十分之一的人上街 全国三十万人一起上街 这个发挥的这种共振效应啊 这个冲击力啊 那是绝对不是这个维稳体系啊 它能够承受的 做到这一点 我们那个时候的暗线 就可以全面的启动起来 那个时候就是真正的 是全民共振的这个开始的时间 那现在呢 我们必须得还得这个明线 还得继续推动 所以七一 请大家尽量的还要出去 但是呢 我们保持一个叙事待发的这种状态 不要啊 到那去啊 到省政府 到那里去啊 跟他们赤刀见红的去应拼 我们大家都到省城啊 去集结待命 如果是行事好 我们最后一估计 这个全面的动员呢 已经到最佳时机了 那么大家就一起上 还没有到的时候 我们就保持这种压力 让中共的维稳体系啊 疲于应付 这就是我们的 对中共的一个消耗政策 就这么正下去 我们相信呢 不出今年 中共的这个维稳体系 一定会垮掉 那怎么样 大家怎么样啊 来建立这个联络 怎么样安全的来做 这个元湘居士呢 在这方面呢 他以前有很多的经验 他对这个 中共的这个维稳体系 对中共的这个统治 心理和统治技术啊 是非常的了解 现在呢 我就想来请他 跟大家谈一谈 怎么样能够建立 安全的这个联络的系统 怎么样能够啊 非常稳固的发展自己的联络网 在这个抗争阵营里面的这个关系网 我还是觉得 我还是觉得 刚才那个一平你提到一个就是 关于建立秘密组织的问题啊 就确实 如果你要没有相方 没有没有受过相关方面的这个培训的话 秘密工作的这种培训 或者没有没有这些经验 或者也没有可以相信的 这些这些朋友啊 能帮你建立这样的秘密组织 能避开中共的这个他们这个统治的这个触角 那我觉得我建议呢 先从这以下这几个点开始 第一点呢 先建立一个叫应急守望互助的这样一个组织 也可以说你是的邻里 或者是你的亲友 或者你的这个同学圈 或者是你的这个相亲 大家先约定个什么呢 因为谁都知道 现在乱世将近啊 没有任何的信息 是告诉你 现在可以确证的告诉你 中国呢会越来越安定 或者或者呢会越来越那个 越天下太平 谁都知道啊 就是中国呢 这么多年呢 积累了太大的不安定的因素啊 中国呢维稳的这个费用 在全世界独一份的多年来超过 超过军费开支 这已经说明中国呢 现在是要高度的不稳定 这个不稳定呢 对咱们老百姓带来的是什么 带来就是你直接你生活上受损失 且不说有人会会会会会 有一天拿刀去去去杀你 会烧你的房子啊 第一个他是带来会会带什么 带你生活方面的 有人会出意外 比方说你的食品供应会出问题 通信会出问题 或者临时有事了 社会乱了临时有事了 家里有病 比方孩子有个病了 有个疾病了 有个急事了 好这时候 我们老百姓讲话 俩眼一摸黑 什么都看不见 找不着帮忙的人 我就建议大家先从这开始 我们呢跟这些有关系的朋友啊 亲戚朋友 亲友相亲 甚至同学 甚至战友 甚至同事呢 先找要好的人 大家呢 彼此达成一个协定 什么协定呢 就是说呢 我叫应急的一个体制 建立应急体制 就大家彼此呢 约定好 把联系方式呢 都准备好 然后呢 我们会遇到个什么问题 比方食品供应的问题啊 比方说安全问题 乱了以后怎么办 大家怎么来 怎么来保证我们的 一家老小的这个安全 大家呢 这个时候呢 大家商量好 但这方面我不 我不需要给大家提供多少多少建议 因为你生活中遇到问题 大家心里都有准备 就是建立一个应急组织 这个应急组织 就是彼此帮忙 大家比方现在去吃顿饭 搞个小聚会 亲友亲戚朋友们 或者借个红白喜事 或借个什么事 大家聚一聚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发起一下谁负责 或者说这个约定好 这个机制怎么运作 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一个互助 一个应急组织 万一这个社会乱了 万一出现问题了 怎么办 这个时候你靠你自己 肯定是不可能的 因为像中国现在最简单说 这个独生子女化 被中共推行这么多年以来 推行这么多年以后 现在造成这个局面 我们叫 我们以前老百姓叫五轮啊 现在五轮都消灭了 几乎都 一轮都快没了 这个时候靠谁呢 就是一定要先建立一个自保的 叫我们甚至说 它叫联户自保的议员 这样一个机制 这个是第一点 第二个呢 你要还是要了解一方 了解一下 关于这些组织运作的这些 这些规则啊 这些这些东西如何能做到 做到自保 这个自保怎么做呢 我刚才说的 这个一平也说了 就是说这个不信教的 因为当然在密教里呢 千百年来大家行那套完善的 有效的安全机制 但是你不信教的 不在教的 不在这个门里的 那个呢 我希望你们啊 跟这个 也都上网也可以多搜索一下资料 或者呢 用你身边的这个关系呢 找一找 有这方面经验的 这些朋友 或者找一下信教的 找一下人家信教的 这个信教的 到处都是啊 不管信佛教的 还是信基督教的 信什么的 要多和有宗教信仰的人 要交朋友 大家谁都知道 中国的历史啊 起码从 宋元明清 这五六百年来的历史证明 中国 基本上每次动乱 大的这个朝代变革 背后呢 都是宗教团体在做 宗教团体呢 它有这个能力 所以呢 我刚才说 在第一个建立 你先建立自己的应急组织 建立应急机制的基础上 然后呢 跟这些宗教组织 建立联系 建立联系 然后 我们 这是第二条 建立 这是非常重要啊 我希望大家能听进去 我今天说的这些话 将来呢 我保证你会 绝对会受益匪浅 受益匪浅 就第三个呢 第三个就是说呀 就是这个时候 你要一定要关注 就刚才说的 关注这方面的 这个 比方咱们说的七一 七一这次 这次共振 我们经常这些 这些维权团体啊 他们这个 有切实的受到迫害 受到压制 或者司法不公 或者是拆迁 受到这个体制压迫的这些人 他们呢 要去公开的去省委 或者去省委去吧 去示威 去给共产党要个公道 这个时候呢 但我希望大家呢 能去围观 能去看一看 你现场体验一下 看看到这个这个活 到底能不能干 是吧 中共是不是这么厉害 看咱们老百姓团结起来 在走上街头 有没有这样的震慑力 我希望呢 我提的就是这三点 就一瓶你可以再 咱们再讨论一下 或者从你这个角度讲 我这三点 咱们还需要 有没有什么 新的需要补充的或者 好 那刚才你说的非常好 现在呢 有很多朋友啊 他认为 这个世道啊 现在还太平 中共现在看起来还很庞大 但是大家一定要意识到 像 共产主义的这种政治体系啊 它的崩溃啊 都是脆断 都是瞬间发生的 那个 它发生之前呢 你一定要做好准备 你宁愿做好准备了 它不发生 而不能够 它发生了之后 你不做准备 因为你做好准备了 你就可以啊 在它发生的时候啊 你就少承受这个损失 所以这是个最低的线 你如果是对自己负责 对你的家人 对你的亲友负责 那么就一定要做好这个准备 就像你买保险一样 买保险的人 谁会想到我明天就死呢 但是你一定要买保险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万一这种事情发生了 你的家人 不会啊 陷入困境 你们买房屋 你有个房屋了 你买个房屋保险 有了汽车了 就买个汽车保险 都是要应付你意想不到的情况 现在呢 有一个大家都能够看得见的 很多人啊 都能够预见的 将来一定会发生的 只不过是哪一天发生 你不知道而已 就是这个共产党的这个统治体系啊 它要崩溃 崩溃的过程当中 必然呢 它会这个带来一些冲击 怎么样减少这个对你们自己的冲击 这就一定要一定要 先买个保险 最好的保险呢 保险公司是买不到的 只能是你自己去发展你自己的组织联系 就是和人和人之间的互助互保 那当然是要从亲朋好友开始 如果是你是有政治意图的 你是有真正的政治理念的 那你就要从你的这个同道朋友开始 这个同道朋友呢 如果就是民运团体的 就是维权团体的 就是各种抗争群体的 建立的联系越广泛越好 联系的越紧密越好 人数越多越好 好那我就讲到这里 保险意识一定不能够放弃 在这样一种时候 在一个大变局即将开始的时候 当中共这个吸血体制把这个国家拖垮 拖向动荡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有这个保险意识 要位于筹谋 要提前做好准备 我呢 我还想 我得强调一下 就是很多朋友 就认为 哦 你们让我们提前做好准备 是不是你们有把握 能把这个 你们有把握把这个社会 把中国共产党的天下 搅得天翻地覆 然后影响我们老百姓的生活 然后你提前 让我们做好准备 我还真是 真是 要更 要 要生命一下 这个社会的乱 永远不是 说我一平 我建民 我们这些人 是我们想挑钱就挑钱的 老百姓谁都想谁都知道 叫硬做太平犬 不做乱离人 这句话怎么说呢 硬做太平时候的一条狗 他也不做那个乱离 这个兵荒马乱的时候 那一个人 大家都是求安 求安全 求太平 但是呢 中共呢 像这种专制体制 它这个社会怎么乱起来的 老百姓都不想乱 怎么能乱起来呢 谁从乱中能得到好处呢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 这个乱了以后 就我们一平 我们会出去回去 当什么总统 当什么省长县长书记 是吧 原来就眼红人家干这个 说白了讲 就一瓶你的经历 你应该知道 是吧 好起码换个北大毕业 那时候弄个律师 现在起码也千万疯 可以吧 我呢 我也好歹从国企出来的 老的好歹也是 也是不是说没成功过 知道吧 搞钱也搞过几十亿 搞人搞组织 搞过几十万 我们不是为我们 但往往呢 就是说 在最后谁希望乱呢 乱中能得好处的 就是中共啊 中共最喜欢的 就是把你们人员分开 把你们从上到下的 立体的都打散了 横向分开 竖向分开 挑起你们的内斗 体制内和体制内的斗 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斗 从这点讲 将来的这个动乱啊 很有可能是中共挑起来的 中共他要 什么 他觉得 他控制不住局势了 他快 这个时候 他为了这个 搞什么 我们在这举个例子 就是消防队啊 灭这个森林 或者草原大火的时候啊 会有什么 会有什么一个措施呢 就这个时候 他会立先搞一个隔离带 干什么呢 他先把这个火能烧过来的方向上 把这个草 他先放一半火 把它把它除掉 除掉以后 火再来的时候 他就找不起来了 这是一个技术性的一个手段 中共呢 有可能就会这样玩 不是有可能 就我对他们的了解啊 因为我来 我好歹跟体系内呢 有那么千丝万里的联系 他们很多计划呢 我是知道的 他们就会有意识的挑起内乱来 挑起内乱来 然后呢 他们呢 就出兵去镇压 有着镇压的借口 然后借这个乱 他来 消灭什么 他来 他来预防 夺他政权的乱 明白吧 他就说 他最怕的是夺他政权 等于说 把他从这个统治者的位子 拉下来的 踩上一只脚子 他不怕这种乱 他不他不怕老百姓这种 这种私下这种乱 所以说 他会提前的 中共会搞乱 就中国搞乱的时候 他乱的手段有很多 打砸抢子别说了 会造成局部的恐慌 食品供应的恐慌 然后 水的供应的恐慌 电的供应的恐慌 或者 这些您的想不到那些明目 所以我告诉大家 为什么要 要在建立这种应急的机制呢 除了这个机制之外 大家要做一下 要做一些准备啊 之前我跟一平都说过 就是要 处备一些粮食 处备一些水 处备一些药品 处备一些生活必须的物资 像电池啊什么的 这个呢 这是必须要做的 我就在这 要更正一下 大家要千万别别老别老 这个 一有乱了以后 上了中共那个当 中共喜欢搞这个活 中共喜欢说 像我跟一平 我们这种人叫什么 叫威控天下不乱 就天下不乱 就好像我们就 我们就睡不着觉 我们是这个 就变态的那个样子似的 这样我还真得 真得做这样的一个声明 大家一定要记住 真正到最后乱的时候 你的敌人不是我们 你的敌人是中共 要提防他们 对实际上呢 在任何一个专制王朝啊 他都有一种 由制到乱的这么一个过程 他到乱了以后啊 他实际上呢 他并不是由那些啊 秦朝乱 并不是由陈胜吴广挑起来的 而是他已经自己啊 乱透了 这个体制已经把老百姓 完全逼到一个绝境的时候 这个时候啊 就自然的就会发生 而克服这个乱的 最好的办法 在从整个全局来说 那就是说这个社会啊 要快速的重新组织化 组织化的越强越快 那么这个动荡呢 就越小 转型就越顺利 所谓的这个社会变革 就是一个旧的组织体系 垮掉了 新的组织体系建立起来 这两者之间呢 它的一个时间差 它的这个时间越长 这个社会承受的这个风险 社会承受的痛苦就越严重 时间越短 重建的组织化的这个过程 越迅速 这个转型就越成功 这个社会啊 过度的就越平稳 所以说呢 组织化 这是避免动荡 这是减轻动荡的 一个最佳的途径 现在所有的 期待中国民主宪政的朋友 各个领域的这些朋友 所以我们建议的 我们不是说大家一起来乱 而是说呢 我们呢 在这个游乱呢 到市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迅速的组织化 所以我们现在推广全民共振 实际上也是在推广一个组织化 你只有组织化达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啊 可把这个乱呢 把这个中共的这个 长期的暴虐统治 导致的这个乱局啊 我们把它变成可控的一个转型 大家都组织好了 民间的力量 组织力量 已经都存在在那里了 大家一起发工 这个时候 社会的转型呢 就会非常的成功 所以说呢 希望大家现在 从现在开始 从我们自己开始 就在本地 建立起联络 建立起啊 这个自己的 人际关系的网络 也就是未来的政治组织 宗教组织 各种社会组织的雏形 我们把它建立起来 在这个社会 中共崩溃的过程当中 社会转型的过程当中 我们把这些组织 一起把他的潜力 发挥出来 把潜力变成实力 这就是全民共振 有一些 刚才你提到了啊 有一些人呢 认为啊 这个我们是在 唯恐天下不乱 我们就是想搞乱了 这个局面了 然后回国啊 要栽桃子啊 当总统 当省长 这是无知之论 对政治学啊 完全缺乏常识的 这样的一种论教 为什么这么说呢 真正的 如这个社会动荡 社会转型的过程当中啊 那些能栽桃子的啊 是什么人呢 那一定是有一个条件 一定是在国内的 一定是有你自己的组织体系的 我们在海外 根本没有可能 在国内建立自己的组织体系 我们只能是 充当一个啊 这个理论倡导的 一个提出倡议的 这样的角色 我们没有办法 在国内有一个团队 连团队都没有 你怎么能从事政治活动 你怎么能去 有那个能力 去栽那个桃子 我倒是不利啊 在国内的这些朋友 这些有识之士 你们到了那个时候啊 就一定要勇于出击 要敢于承担 不要怕别人说你们摘桃子 那个时候啊 你们站在那一个 创建一个强大的组织 一个全新的 支持民主宪政的 这样的政治组织 你们成为那个组织的领袖 你就是为这个社会做了贡献了 这个社会需要的 最需要的是什么 最需要的 就是像你们这样的人 就是能够把社会 把民众啊 重新组织起来的人 把民众从过去的 共产主义的那个体系里面呢 把他拉出来 重新加入到一个民主社会的 这样的一个组织体系的人 你们做成了这一件事情 你们就摘得着桃子 你们能摘桃子 那就是这个社会的幸运 你们就为社会做贡献了 不是谴责的对象 你们是新社会的英雄 所以大家一定要努力 我们是没有这个机会了 我们流亡来到海外 我们受到共产党的打击 我们没有这个机会了 大家不用担心 我们现在是为大家在做义工 我们是为大家做垫脚石 我们现在是为大家做马前竹 想到这一点 大家尽快的努力吧 我觉得我们都不用 不停的在表白这个心计啊 因为从我在国内的时候这个感受啊 我倒不觉得这个老百姓普遍的 会什么谁来摘桃子 谁来怎么样 大家关心的呀 大家始终国内老百姓就知道 中共的长期这种暴政啊 这种这个超越人类历史上一切 这个暴虐程度的这样的暴政 他对确实给老百姓心想造成很大的这种恐慌 老百姓普遍的是绝望 在绝望中呢 这时候大家普遍的希望的是 有人出来搞事 有人出来搞事 你搞事哪怕你是为了自己 为了自己将来的皇家称王称帝 我称王称霸也好 但是老百对那种生活在绝望中的老百姓 老百姓就希望出现这样的人 但是我在海外来之后呢 发现好多好多这个好多这种主流的 好像有很多人就就这样指 你要回去摘桃子 动不动你就 你搞事是不是要回去摘桃子 你要当总统 我感觉我这还真不是国内老百姓的想法 很多打着国内老百姓想法 这正着有词的指责我们的人 我就要恰恰跟中共有关系 因为中国喜欢 中国喜欢 这是中共编造好的几个理由 那一个就是说 你们鼓动人家去流血 第二个呢 你们就是摘桃子 这两点结合起来 就是你鼓动人家去流血 然后你好去摘桃子 这是中共的说法呀 是吧 对生活在中共暴政统治下 那些根本没有活路的老百姓 他怎么想 他怕摘桃子 怕有人出来搞事吗 是吧 当然就是从这点 确实大家可能觉得有点自私啊 就是总是希望别人打第一炮 总是希望别人冲的当当 的第一个出来闹事 然后他观望一下 然后大家再再去搞事啊 我觉得这个 这个想法都一样啊 这个想法都一样 大家这个 彼此呢 在这方面我们都有共识的 是吧 当然是别人等着等着 这个我们要观望观望观望 一再的观望 这就有些人老实讲啊 中国老百姓 就是猪 有人他就搞什么猪见理论 搞什么什么奴隶理论 搞中国人不开化理论 中国不适合民主理论 这个呢 确实在有些时候 我觉得对这个整个这个民运啊 对中国这个这个民主变局呢 确实产生了一些 产生一些负面影响 但是我觉得 在中共眼下 叫什么 他所有的危机都爆发了 从习近平上台之后 他把中国所有的危机都引爆了 中国长期我们知道 说明了讲 中国那个在在在江湖时期 叫长期的叫韬光养灰 搞的那些东西 这个习近平一上台 三下五出二 全部的干掉了 全部的消失残尽了 中共呢 向全世界 向全世界人民 显露出来 他那种是阵容的那种獠牙 他那种他心有多黑 都有多么凶恶 现在全世界都看见了 都看见了 在在这种情况下 全世界对中国 形成了围剿的情势 像美国现在这个情况 不管白宫 他这个行政决定 那当然会出现 我们就说 一波三折这些意外 但不停的谈判 可能会有什么 会有勾兑 也可能会有妥协 但是呢 美国国会 我们要注意的一点 美国国会 从这几年来 是在每一天每一天的 一天比一天厉害的 对中共的采取了措施 采取了措施 然后整个西方盟国 包括中国的近邻 包括东南亚 进到东南亚 全部对中国的 对中国这种危险性 这种整个体制 这种恶性 这种危险性 有了清晰的再认识 大家有达成同盟的 已经形成了一种 我们认为是一种 经济军事政治文化的 一种同盟 这个同盟呢 是对中共的一种扼杀 就像一个绞索一样 套在中共的脖子上 这个是 我们就问什么 外因和内因呢 在中共这个地盘里 他们知道的 中共躲藏在 它的主权的保护之下 对中国人民叫为所欲为 但现在呢 这个主权 对它的保护作用 已经微乎其微了 已经微乎其微了 就像美国最近 把这个防火墙 列入贸易壁垒 就是贸易壁垒 因为做生意 他们是需要信息的呀 你进行搞防火墙 那就叫信息不对等 不对等的话 你就是贸易的 其实就是贸易战的 一种手段 当然 对中国老百姓 大家都想 赶紧赶紧倒了吧 我就说 这种国际局势呢 对中共没有任何 一点点信息 对它是利好的 对它是利好的 然后我们中国老百姓呢 这就是 万一天要变了 地球村 中国再横 你也只是一个 一家而已 你这个家进过 进过孩子多 就说这个人多 你在家里 你仗着人多 是吧 作为作福 但是呢 你在这个国际大局势下 地球村里 你只是一家而已 现在其他的家庭 联合起来反对你 这个时候 生活在这个 中共的统治之下的 这些老百姓 我们就应该有 要有信心 要有这个信心 但你如果想说 没有这个信心 但起码我们就提醒大家 要提前做好准备 要提前做准备 就我们这样 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 就怕万一呢 万一这个事 不管是搞出事来 影响的都是你自己的生活 一家又一家 又老又小 是吧 如何度过这个危机 取得长治久安 这种 这种长久的安全 还有长久的这个 这个效益和福利呢 那是每一个当家人啊 你要一定要想明白 要想清楚啊 因为近期呢 看建民也在也在也在说这个是关于医疗的问题 一平不是你也说了吗 关于医疗医保的问题 是吧 建民看昨天这个这个题目说的很非常到位 就是说 中国的医保制度 到底是为了保救人命的 还是在杀人的 当然我们知道他是杀人的 他是杀人的 他靠这个医保体制 来来控制老百姓 削弱老百姓这个反抗的欲望 当然所以我就说吧 我们现在如果你要再不做 每个人如果你要再不再不行动起来 还是觉得时机不到 或者没有信心 或者这个发起人啊 这个上了中共的这些档 这些这些这些 这些所谓的什么摘桃啊 那么这些这个什么什么 吃人选馒头啊 上了中共宣传口的档 那就是那最后吃亏的 还是还是你自己啊 还是老百姓咱们老百姓自己 我觉得还是 这些话多的可能说说的有点 有点啰嗦了 但是这个 道理 确实这个道理 我们确实要 大家要想一想要想一想 有没有那个一万 有没有那个万一 这个重要的话 一定要说三遍 现在呢 多种因素都已经具备了 都已经聚齐了 但是呢 我们现在还需要加强 最需要的是加强一种 加强一种 不是为了 不是为了触变 而是在呢 在变化的时候啊 我们能够啊 尽量让这个变化更加的平稳 让这个过渡啊 更加的迅速 让这个变局过程当中啊 老百姓 我们民间的这个力量 能够少受到的这个冲击 少受到打击 减少损失 让中国人民呢 减少痛苦 这个因素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组织联系 从现在就要开始 再强调一遍 组织联系 现在呢 我们推进这个全民共振 大家不要 不要啊 有任何的误解 认为我们呢 是在 触变 触乱 相反 我们呢 是在推动大家 为这个变和乱 要做准备 组织准备 从全民共振 共振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呢 这个国内的发起人 他们就已经开始啊 在国内啊 各个阶层里面 在推动这个组织联系的工作 现在呢 已经相当有成效 但是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 这么多的人口 这个组织联系的工作 是越多越好 我们现在还不够 还不够 所以说希望 民主同道啊 维权各界的维权人士 维权领袖 大家一定要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做好了之后 我们就有一个评估的机制 我们到时候啊 觉得中国的这个组织力量 民间反抗阵营的这个组织力量 体制内的这个反抗阵营的 这个组织力量 大家有这个能力啊 在变局发生的时候啊 迅速的能够把中国推向民主宪政 那那个时候啊 就是我们共振最后总爆发的时候 没有达到那一点 没有达到那一点 我们就会不断的 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推动 来推动大家做这件事情 现在最好的时机已经到了 现在各个方面的这个抗争呢 活动啊 抗争人士啊 已经大批的涌现 已经让这个维稳体系啊 他即使是全面监控 但是也没有办法处理所有的人 所有的事件 他只能够是啊 挑其中的重点 那也就是说 我们大家一起上 这个时候 即使是 即使是他们知道 他也没办法处理 打个比方啊 这个举一个例子 现在的微信 大家都知道 对中共的监控体系来讲 那都是透明的 理论上说呢 他可以把你们每一个人 曾经骂过中共的 曾经呢 在网上面推这个 转发过啊 这个重要的反共信息的这些人呢 全部都抓起来 但是事实上 是不是这样呢 事实上没有 为什么 不是中共啊 他们心存慈悲 而是因为他们的维稳体系啊 没有这个力量 能把在全国同时抓起十万人 几百万人 他现在没有这个力量 趁他现在还没有这个力量的时候 趁这个习近平呢 他的个人独裁 他的朝鲜市集权 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 大家一起来发力 在这个方面 在宣传方面 在动员方面 在组织方面 一起来发力 尤其重要的是 要在组织方面 联络方面 一起来发力 好那我就讲到这里 元香 元香居士 对了我今天正好给大家分享个信息啊 因为这我这几天呢 正好 见了一个国内来的朋友 原来呢 在国内是有联系 但是也是很多 出来很多年没联系 为了安全 但是我又到洛传街遇见他了 他搞什么事来呢 他们一帮啊 一些企业家 当然也不是大企业家 那不是那种大老板啊 就他们叫做小老板啊 还有一些那个媒体的人士 还有一些宗教界的人士 还有一些就是共性阶层的甚至是 他们呢 在洛杉矶搞了一个 搞了一个聚会的点啊 就搞一个好像一个一个一个基地似的啊 我说你们怎么还有这个想法 他说我已经弄了好几年了 我说我每年每年过来干什么呢 就大家知道 中共现在 中共其实从上代都知道 他有一天每天哪天就叫他娘的完蛋了 但是那高官呢 当然都是海外全世界配置他的资产 隐藏他的房子 隐藏他的二奶三奶 甚至十八奶 是吧 但是下面咱们就说这些普通老板 小老板工艺阶层 甚至一些体制内的一些 普通的这些人 他们怎么办 他们怎么办 他们也想 大家楼椅尚且贪生啊 是吧 你知道要变天了 那时候怎么办呢 我觉得他们这个模式就很好 大家都出一点钱 就像任何股份一样 在洛杉矶呢 搞了一个自己的一个 一个一个房子 一个地点 挺隐秘的啊 大家有什么事呢 在国内不说 然后呢 跑到这来开个会 一年过来这么几次 然后呢 大家在 每个人在有意识 在发展更多的成员 其实就是我刚才讲的 这种叫互助应急 互助组织 其实平时呢 可能不起作用 大家就去吃个饭呀 是吧 增加一下感情 加油 加长里短 有点什么事 想帮小忙 但是呢 这主要是应急的时候 人物远利必有禁忧 从不至今 中国中国老百姓的这话 怎么说 就这个意思吗 所以他们呢 这个模式就非常好 就应急 应急的时候用的 这个组织呢 他就说 光他知道 在洛杉矶以后 在美国 包括甚至在其他国家 也有很多 也就是什么 就是说 你可能身边人 你还没遇到这样的情况 但是呢 你身边那些人 已经早就开始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 就叫阴见不远 是吧 阴见不远 勤见正在发生 这个这个 多么强大的这个专制者 从古到今 有不倒的吗 我有时候就讲 就是这个道理 中国什么叫天道 天道就是说 不管多么强横的统治者 多么强横 他总会倒 有人在 有人 还有我们对民运这个 推动民主变革 有很多 有一个想法 叫什么 叫肥猪理论吗 很简单的道理 就国内长期 就流行这个理论 就啥意思呢 就这个当官的 已经捞够了 已经捞足了 已经养肥了 他已经不饿了 就是你再上来 人家把他堆倒了 再上来一个 这个人像饿 像饿极了 哎呀 胃口太大 像什么都吃 什么都捞 中共呢 就特意的渲染这种 这种想法 就渲染 渲染这样的这个恐惧意识 就是千万别搞革命 一搞革命 一搞民主 有共产党下台的 再上来一个 比共产党更穷残 因为他们很饿 他们这个很穷 那我就想这样想 就是 有时候我就 有人就 根据这个理论 要给我抬杠 就说你怎么保证 再上台的人 就像刚才一平 你也提到这个问题 再上台的人 他们会搞民主呢 他们会像你们现在说的那样吗 他们会不会变成 比共产党更厉害呢 因为他确实比共产党更可 更恶 那时候怎么办 我就说第一个 你注意一点 中共因为暴政 他倒了 这叫天道 这叫暴隐 你就不用再管 再上来一个任何一个 再上来任何一个政府 任何一个东西 任何一个所谓的政权 他不可能一上来 就跟中共一样 比着就比着像中共所说的 一上来就立刻就败坏 中共的败坏 咱们和谁都知道 他也经历了一个过程 中国不是一得到政权的时候 他就这么腐败 我就觉得从这一点上讲 我们 新的 他娘的旧比旧的好 就是 你要讲就是 你说保证中国将来 一定会 一定会怎么样呢 当然我们就说 为什么要建立应急互助组织 我就希望 中国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组织 都有自己的团体 你这样的话 谁上来 谁得到政权 我们中国老百姓呢 我们有自己的组织 我们有自己的集体 有自己的团体 有自己的政治理念 我们才能约束 才能克制这个新的政权 不让他变得像 光大这么腐败 这个权力就在你手里 而不是说 简单就听那么 中共这么一宣传 这么一故意的夸大 这方面的这个恐慌 夸大这种可能性 甚至把一种可能性 当作一种必然 新上来的政权 一定比中共更腐败 一定比中共更更罪恶 我觉得大家应该 从这一点上 破除这样的迷思 然后就像我刚才讲的 你身边的人 中共的这个大统治者 我们叫说这个 中央领导们 有人我们做过一个统计了吗 中央部级干部的子女 持有外国护照的 有多少 95%以上 甚至于百分之百 到厅局级 县处级这一级的 有几个子女不在国外的 你下边那些体制内 和体制外的人 你还觉得这个 这种现象 它只是一种不公吗 它不是不公 它只是一种 一种大家对将来 肯定会发生一种危险的 一种应急的 一种提前的 一种预防 所以老百姓呢 我反过来倒回去的说这件事 就说老百姓 你不管 你不要在乎自己 是不是什么高官 或者是自己 什么体制内 或者是不是有什么经验 有什么背景 记住 你不管你在哪哪 哪个位置 在中国哪个位置 哪怕你在高山上 还是在平原上 在城市 还是在乡村 先立刻的 现在要着手 建立你自己的应急 互助组织 要守望相助 要守望相助 先建立这个 才能应对 任何发生的 这样的变故 任何发生这样的变故 当然从我跟一平 比方从我们 一个建民 我们这一辈子 说白了讲 我们 真不是为自己 我多少年 我有一次在中央电视台 接受采访的时候 我就说 我这个从30岁以后 我都从未没有为自己的境遇 你掉过一滴眼泪 为什么 你到这个岁数 你还为什么小听小调的 为这些遭遇去哭吗 但是呢 我为这些中国老百姓 所受到这些苦难 我多少次泪流满面 夜不能眉 晚上不能睡觉 整夜的流泪 为什么 你建立这种 你看一下亲历这种 中国老百姓在中共统治下的 这个 这种 凄惨的这种境遇 那你作为一个人 你的良心 是绝对受折磨的呀 就像一平时的 我们 我们搞这么多年 为什么呀 我们绝对不可能 说说 我们把中共推倒 然后呢 我们再扶持上来一个 可能比中共更恶的一个人 现在老子妈的智商 都被他们猪吃了 那怎么可能的问题吧 我们有本事把中共干掉 我们就有本事建立一个 清廉的 民主的 完美的这个制度 我们就能让政府 乖乖的为我们老百姓服务 这就是本事嘛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追求 我们现在完全 可以有把握的 说这句话 给大家做这样的承诺 好 那现在呢 我们这个全民共振 现在已经 从三月份启动以来 已经推进了 三个多月了 那么我们希望呢 就在今年年底之前 我们完成这个 全民共振的这个任务 我相信呢 这个 我们一定能够完成的 现在形势非常好 也希望更多的朋友 一起来跟我们一起努力 跟我们在国内的 这些发起人 一起来努力 那我们现在建立了一个 这个全民共振的评估系统 就是看 我们在国内的 这个抗争阵营呢 能够互相联系到什么样的程度 所有的朋友 如果你在你们当地 能够联系到这个抗争群体 联系了多少 大概的覆盖的 这个动员呢 能够覆盖的人数 大概有多少 我们希望呢 你们在安全的前提下 通过各种各样 你们能够想到的手段 跟我们联系 用匿名的方式 一定要用匿名的方式 一定要在安全有保障的情况下 来跟我们联系 然后呢 通知我们 告诉我们 在你们那个地区 能够一起上街的人 大概有多少 这样呢 我们建立这个评估体系之后 我们当然在国内的通道啊 有办法去核实一下 去再做一次啊 实地的考察 实地的评估 我们通过这种交叉的验证 确定了在中国 有200万到300万人呢 同时可以上街的时候 那个时候啊 我们就一定会毫不犹豫的 毫不犹豫的来动员大家 那个时候啊 我们在海外的诸多的成员 也会毫不犹豫的 回到中国的第一线 跟大家一起来并肩的抗争 那个时候啊 就一定是我们这个成功 我们推进民主的 那一个最重要的历史时刻 今天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一次我和袁祥兄 和建民兄 我们可能在做一系列的节目 解答大家的 在这个组织联系方面的 在动员方面的 在策划方面的 那一系列的问题 跟大家一起来探讨 好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好谢谢大家 我们改天再继续再接着聊 好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